说完了这个函数的格式以后呢 咱们就说说下一个部分 哪个部分呢 一种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大家往这看 咱这一把函数的 通常函数是个这种结果呀 可是呢 有这样一个函数 它是没有结果的 老师有吗 有 我之前说过呀 老师是个卖盒饭的嘛 你给我五块钱 或者给我十块钱 老师怎么样啊 师傅给你盒饭呢 大家要给一盒饭 那么如果说你不给我钱 是吧 我也可以一盒饭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 我没有参数 但是呢 我是免费提供饭的 这不懂了吧 免费提供饭 是吧 你不许给我钱了吧 OK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 这个老师 我给你五块钱 干嘛呀 你去吃饭吧 听懂了吧 这就是问题了 有结果吗 是没有啊 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啊 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啊 是吧 我说小王 那个什么 那个你你你去把那个那个这个什么那个谁送走 这样吧 或者你你去做怎么样 做完了以后 你不需要给我任何结果 这可能吧 那也可能 我这是怎么办呀 这是显向吧 是吧 叫做特殊情况 什么情况呢 叫做 功能啊 没有具体什么 具体的返回值 这什么样了 你让我去吃饭吧 那我去吃饭什么事了 我不需要防你这些东西啊 听懂我这意思吧 哎 那你都产生问题了 那如果没有具体的返回值 咋表示 那么这是 瑞恩的后面 那 直接用什么 用分号结束 那没有根据的值 这能懂了吧 哎 那接下来怎么样啊 那么说 哎 那你这么表示的话 你没有具体值 你这 返回值类型 怎么体现呢 是吧 这个怎么体现啊 那还要废话吗 你能写 你能写句子类型吗 你写不了吧 为啥呀 那你看 你写印的 那我没有值回的 你怎么写印的 没错了吧 哎 所以 你怎么写印的 是吧 因为 没有具体值 没有具体 一行 这是少尼师宝 这是 没有具体值 怎么办 所以 不可以 不可以写什么 具体的 数据类型 这些啥 不能写具体型的吗 在 加法中 只能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关键字 来表示 来表示 这种情况 这是网络吗 情况 什么 哪个关键字 关键 关键 个事 Void 这个你必须读成过位的 也可以 多一看 Void 关键字 在 没有具体 返回值 返回时 返回值的 类型 用 Void 来表示 这个总结 没有具体 返回值时 那 返回值 类型 用 Void 来表示 老师有这种情况吗 哎 举个例子 那 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呢 大家 比如说 我现在呀 要定个功能 那 这个功能干嘛呢 这个功能啊 就用来 输出 Hallow Word 那 这个哥们 搞笑了 说老师用吗 那个啊 你直接就 你就 写下不就完了吗 这个 Hallow Word 能玩 这边你不用写是吧 你这边看我就不太习惯是吧 我这是对冰的快捷键 听听话 哎 你们没有快捷键啊 你们也不需要快捷键 懂吗 你们现在 词上没写明白呢 你干嘛快捷键啊 哎 最后我说风 除了你的来什么呀 Hallow Word 大家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 哎 我要写两个Hallow Word 你觉得麻烦不 这边说老师 富士山铁 是吧 如果说手下再买 什么麻烦呀 因为大家 这些研发不很长啊 听懂吗 那很长嘛 那怎么办呀 这个时候吧 我就想说 哎呀 这东西这么长 我是不是可以 把这哥们 第一个功能啊 就是我只要掉下这个功能 这功能就帮我 可以打一个Hallow Word 是能懂我意思吧 那这个Hallow Word 咱们怎么办呢 你跟着我第一个功能 是吧 就是什么 Public呀 Pathetic呀 是吧 哎呦 反过啥呀 没有ID 有法规矩是吧 没有 没有吧 那只能用啥 没有ID吗 干嘛呀 Hop吗 大家 是输出语句不 不是 我这下起的名字就是 输出 这种的呀 Hallow Word 是吧 或者写什么呀 这个 My Printer 我打印 可以吧 哎 我打印吧 行了 然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 这里边来了一个 Says 特末 .print l1 就来了 叫做 Hallow 这样吧 然后呢 又来了一个家伙吧 是吧 这个OK了 OK 外号 你下回想要打印 Hallow 家伙的时候 大家往这看 你是不是直接叫一次 My Printer 这个功能可以了 啊 啊 是不是 相当简单 能懂我的意思了吧 你能不能写老街的时候老师 今天写数率好啊 这东西好麻烦 你可以写这个吧 写过来不写 这是我呀 这就完了了吧 简化出血啊 听说大家 老师不敢打一两次 Hallow家吧 行啊 你再掉一次 不就完了吗 没错吧 这多简单呀 大家 哎 你发现 这个就叫做函数 这个函数 是不是没有写法为止 所以 他下回来 有个鬼阵 分化 后面什么事都没有 那没有情况呢 就只有 VOYD来表示了 幸福了 OK了 那说这老师 难道只有输入一句 这种情况 才是VOYD吗 不是啊 先不要误解 对我意思吧 就是这里边呢 是吧 比如说 我这个方法里边 只是定义了一个变量 付了个值 翻译完事的 可能吗 那可能吗 这个也叫做了一件事 也叫做了一件事 但是呢 做什么事跟你没关系吗 只不过是我没有具体结果 没错吧 没有具体结果 就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往这看 这两句话 写完以后 因为发生了问题 就说 哟 这是咋的呢 没有具体的值 写的VOYD 代表着 没有具体返回值的情况 大家 这句话的出现 是不是相对的多余 对吗 大家 注意了 这地方 小地方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叫什么 叫做 如果 如果 返回值 列行 是VOYD的话 那么怎么样啊 函数中的什么 函数中的 委员语句 可以 守卫不写 注意啊 你写上算错不 我跟你讲 你不写它也有 听了吧 只不过人哪 一看你写是这个 类型的话 那么 这个值是就不用再确定了呀 所以这句话吧 你不写它帮你加上 那你写上也不算错 懂我说意思了吗 听懂吧 那就O了 给点反应了哈 没有反应 我也没睡过去了 行了 到这就把这些说完了 这小玩意儿 注意摄像搞定了 好吗 好吗